看完我們Youtube想支持我們朋友可以怎樣做 立即來我們大家針風騷的Facebook專頁Like我們 又或者可以購買收聽卡 記得打電話給何小姐67188616 支持我們大家針風騷 那竟然某個女藝人就膽敢說自己不是那個年份的訓練班 不是啊 她說我不是這個年份 她說我不是女同班 她還要說那個女生 你記錯我們不是那個年份的訓練班 我們是那個年份的訓練班 她說那個年份的訓練班是遲了三年 加多三年下去的 你的意思是她們兩個說的都是同一班 但不是那個年份的 是遲三年的 其實她們說自己是第八期 她們說自己是11期 沒錯 這樣也可以騙 這樣也可以騙 說謊當然堅持要說謊 當然堅持下去 但是另外那個人說我們是第八期的 那個人說我們是第十一期的 後來那個人就明白了 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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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要揭穿的話 就是大家沒有人 沒有人 為什麼 因為那個場面是有另一班人在 而那班人是一向都收到這個訓息 就是這個女藝人是第十一期的訓練班 是第十一期的訓練班 還有 黃金三年 我告訴我那班追求我那些馬蘭奴聽 我是三十六歲 你們整班同學要告訴所有的人 你不是過了四十的了 他還要厲害 不是 你記錯了 是第十一期的訓練班 這樣 死定是第十一期了 你記錯了 他那個樣子 已經告訴你 你不要射穿他 你不要再說了 你們不是整班人 哎呀真是壞了 我們怎知道是十一期 我們十八期 是啊 全部都記錯 全部都記錯 你說幾多期就幾多期 全部都是失事證的 沒錯 你說是幾多期 你說是幾多期 隨便吧 喝杯 那班叫輸期 大家都是幾多期 沒錯 今年期 好嗎 你要記住 在所有女人都認自己 小時候 你跟他爭論 他真的跟你拍了面 因為他怎麼下台 他已經跟那班人說了 他是第十一期的 是啊 他在這班人面前 他不可以 說自己跟這班人說過大話 他寧願不要那班同學 都不可以不要那班馬蘭毛 哈哈哈哈 喂 你們的同學 你們的同學不會養她 回馬蘭路會養她 你們真的有病 所以我那個女同學 知道收到 收聲 不說話 知道了 知道了 究竟地球上 為何會有一個 親生媽媽 只是大過自己的女兒 一歲 這個已經成為 今早上 地球的熱話 原來 他那個 我今早看那段影片 老公是全程倒下頭的 是 一對年輕夫妻 是 大概是二十五歲 大約是二十五歲 大約是二十五歲 二十五歲 有個女兒 有個女兒 抱著女兒出來 和大家見面 是寶寶來的 是寶寶來的 全程你看到馬蘭毛 即是他旁邊的老公 一直倒下頭 好像做錯事 對 意思是有些什麼 就讓她說 不要問我 不要問我 還有不要拍我 最好只是拍我的頭頂 否則我很難見人 很難交代 很難交代 因為你一來那段影片 那段影片是什麼呢 一家三口抱著 落雅蓉 但你看到那個男人 是全程倒下頭的 真是全程倒下頭 很委屈 因為你一說 這對夫婦其實都很幸運 因為她老公多年不育 沒得生 沒育生 精子的問題 不關女人的事 男人的事 男人的事 要是男人精子有問題 要是棉花糖 起不了 升不了期 永遠都升不了期 永遠都不是國慶 永遠都是六點半 新聞報道 很賤 很忙 六點半是想起新聞報道 我鬼不忘了你們認識所有的新聞報道員 是啊 我鬼不忘了今次那段影片下一個是你拍的 是啊 我告訴你 我不會把你的說話放在心裏面 永遠六點半的人 看到我已經十二點了 我跟你說 我是他們的寧丹妙藥來的 你真是浪費氣 你以為你這樣可以打擊我 你對自己有自信是好的 是好似 是好似 好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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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似的 是好似的 我想告訴你 那些名字是很噁心的 你有沒有看過 在國內的電視那些 晚上11點半 播放這些 寧丹妙藥 全部的名字很噁心 我是想你拍 拿著一支金槍 好祝你們金槍不倒 很噁心的 好似的 好像Dance歌 什麼海九丸 那兩個女人 拿著槍出來 拿著槍出來 然後頭髮自己會 凍夜 我想她不會介意的 她有錢賺 你有沒有所謂 要去到這樣的地步 她就不選了 她不選了 她要錢不要貨 明白的 可以介紹給你 海九丸 何小姐 幫她接些那些 金槍不倒 你什麼硬寶貝 硬寶貝 綠發子彈 彈死你 那些 猛老虎 那些 假設你是老師 即將來的新聞 如果你以為你是老師 如果你發覺 你自己的 例如是梁小B 學生 陳小幸 都是你學生 但是梁小B的成績 都不太好 只是剛剛你改卷的時候 你49分 只欠一分 你還給不給她 不給 只欠一分 為什麼不給呢 因為如果我這樣的話 我會令她不可以進步 嗯 然後你拿著 真相 拿著一張試卷 老師 為什麼我49分 你都不給我一個分 我要我不合格 就是 你欠一分 為什麼你讀多一分鐘 你就可以合格 再努力一點 不是那一分鐘的問題 我現在回去 我爸媽打死我了 如果我死了 是不是與你無關 當然與我無關 讀書是你自己的 讀得好不好 都是你自己的 那為什麼你不可以給我一個分 這裡 你說我寫的東西不乾淨 扣了我五分 你不扣我這五分 我就夠了 不是 是因為你 這是你自己讀書的能力問題 因為你不夠勤力 你勤力多一點 你一定會合格 我會找方法拿回分 P 那就最好了 我就是上來這樣 你怎麼找方法拿回分 下次就說 今次怎麼拿 我是今次 今次拿回分 今次拿回分 我今次拿回分 我是那張卷那套寫 49加1分 149分 厲害 天才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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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麗瑞瑞 天才 天才 現在的學生真的很難教 如果我真的這樣 我都會覺得老師有一點點在玩針對 你也會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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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一點點感覺 怎麼會呢 你是49分就49分的 怎麼針對你呢 所以我覺得老師是不是在玩東西 除非有些東西不是一分一分的 例如作文 陳小肯是老師針對你的 是呀 他覺得你漂亮 這就是當然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受到很多欺凌的意思 例如你說的就是 Malible Choice 你沒有 作文那些真的能夠給他 他覺得你寫得好 那就高分一點 每次作文都是49分 因為老師不喜歡 畫畫那些也是 B加 為什麼要B加和B加 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自己畫得很好 純粹你口味的問題 他根本不喜歡你 音樂堂也是 是呀 是呀 那怎麼辦 放心 是呀 怎麼樣 因為我認識電腦 是 電腦改分嗎 電腦改分制嗎 現在地球上 就是出現了這群合道 他說這些李李維老師 就是不讓他入格 只差一分而已 只差一分而已 現在澳洲出現了新聞 他是專門幫我們這些 小朋友 你不合格嗎 是啊 搞得你合格為止 不要緊 給錢 我上去那個大學的網 幫你那些分 改到合格為止 噢 是黑客 入了他們的大學網 他們有一班 就叫做不合格的黑客 最近令到全澳洲的大學 都為之震驚 最近澳洲的一些大學 和澳洲的中學的電腦 被黑客入侵 而發覺所有的黑客 都是幫那些分不合格 全部加到他合格 加到他可以不倒業 他們會覺得這些合道 就是以前被人欺負了 在澳洲的布里斯班 一班中學最近報警 而他發覺電腦系統被黑客入侵 嘗試修改了多名成績不佳的留學生的分數 他的分數可以進入到昆士蘭大學 當中涉及到三十多名學生的成績 全部被人改了 做假的三十多個都是 三十多個 其實那三十多個 原本是進不了昆士蘭大學的 以學分來講 以學分來不來 誰知道他們收到學分打的時候 是完全夠分 可以直上昆士蘭大學 現在這個黑客就說自己叫合道 羅賓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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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賓項 大賓項 專門給老師欺負的學生 欺負一分都不給他 那些學分不夠的 黑客是沒有的 總之看到誰不合格 他們全部加給他 那不收錢的 純粹這樣做 不收錢的 純粹是報復行動 報復行動 他在心態來說 他是坐牆扶藥 他認為是 坐牆扶藥 扶學生藥 是 他覺得人人都應該合格 人人都應該升上大學 所以這個 如果教育制度是這樣就好 到尾 布里斯班的國際教育學員 亦都說了 最近發覺 在他們的學分裏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將那些原本不合格 原本升不到大學的人 全部的分數改成足夠分數 升上大學 而當中涉及的人士 就有三十幾名至四十幾名 其實這個學生的學分被修改過 而成績單的百分點 剛剛夠 入到昆士蘭大學的標準 部分被調高一倍 明明四十分變八十分 沒錯 調高你都按下去 神經病 什麼叫神經病 先生不會不發覺 沒有聽過有黑客嗎 現在你什麼年代 但是先生應該會發覺 這個學生在我心目中 永遠都是四十幾五十分 有什麼可能變成八十分 剛才你說那個藝人報年紀 我看他的樣子就知道他五十幾歲 報自己三十幾 他四十幾 你不刺穿他 我沒有五十幾 四十幾 他現在有黑客入侵 他也有黑客入侵 改成那個人民入境事務處 其實他要黑客入侵就可以了 是不是 真的 那才不排除可能是 是不是 人家不是給錢人改的 黑客入侵 我沒有報勢 你別冤枉我 如果真的在地球上 有一個專門幫所有地球上 我就叫年齡合度 我專門幫女人這些 改小數 我幫你們進去那個黑客 幫你們人民入境事務處 改小數 我不信你不找他 對啦 但另外一個我覺得 就是如果是稅務合度 那我就覺得真是最好 大家都不用加水 沒錯 全部都減少了零 全部都可以 不是啦 政府賺錢 那你想想 多厲害 你信不信 如果有這些 你會投靠他 我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陳彥衡 麻煩你幫我按到 我今年21 不要太誇張 24 如果讓你改 你自己是多少歲 25 不是 我說的 一改 一改是全部 所有正眼都改了 全部改了 他就說 他改25 因為他從什麼開始改 他很浪 他從你的出生 年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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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你出生 才開始改 對 那你從那裏 走出來 全部的護照都改了 一定是改了 對 我好像變了另一個人 然後你再說 我現在不見了護照 我現在去拿 一旦彈出來就是那本 對 不是 你拿身份證的話 你就自己做什麼 自己做什麼 自己做什麼 這麼浪 去到25 我猜他可能30多 都會說 放過你了 幫你了 想見三次頭 我連三次頭都不想見 真的 很多都是覺得是 三次頭都不想見 二十幾到三十幾 由三十幾到四十幾 好像覺得安然一點 沒錯 二十幾到三十幾 那個關係很難過 所以不要緊 這次出現了這個合度 很多學生都稱讚這個合度 當然現在在找這個合度 這個黑客出來 還沒抓到 還沒抓到 他叫貧苦大眾 苦學生的合度 當然他不只是幫窮學生 他所有不合格的人 幫他調高分數 現在發現 這個昆士蘭大學 發覺有四十幾個 學生入到校 之後才發現他們的分數改過 但又不能讓他們退學 他收了你了 他收了你了 還是收了你才發現 原來那個分數不是原先 那不是這樣說 他明知道你的分數是假的 那收了你 他都可以拒絕 我不知道 那你已經入學了 你買了東西 那又怎樣 那你的分數是假的 就是假的 但不是他自己改過 有一個合度幫他改 話之你 總之是你的分數 或是你出手 還是你找人出手 總之那個分數是你的 你有多少人會這麼坦白 拿著那張成績單 其實我原本是不合格的 但我收了一張成績單 不知道是六合彩 這樣就中了 我現在來申請大學 我又不相信 老老實實 最公平 要不就再考一次屎 考一次屎 你考到我就讓你進 就是這一班 是不是這麼簡單 不要說太多 考一次屎 考一次屎 甚麼都不能騙 你考一次屎 從來 剛才那個女藝人訓練班 就不會迫自己說自己是第十一班 那當然是不能從來 我們考試說可以 找回這班有可疑的同學 對 你可以過不過關 其實如果以我明偵探柯南的推理 其實當中那個合格 或者那個合格 就是這四十個的其中一個 是啊 因為以這個犯罪心理學 他知道你如果自己改自己的話 一定被人捉到 他一定把更多人進去 沒有人知道那個 我相信那個合格 就是四十個裡面的其中一個 沒錯 而受惠那一班 亦都不會供你出來 不會供你出來 就算知道是哪個同學 因為他已經得到他要得到的東西 沒錯 所以亦都不會供你出來 所以一齊四十個都會升上大學